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上帝设置律法 为的是要保护人 以免人自以为是的来认定是与非 但上帝却要人类自己 先去体会经验他自己的爱以后 才能有智慧的运用上帝的律法而蒙福 有一天朋友带着女儿和我一起在素食店用餐 朋友因为想要让八岁的女儿 有机会练习自己去买东西 就要她为我们去排队点餐 店内人不是很多 我们就在餐厅的角落观察 只见前一位客人买了好久 终于离开了 就在应该轮到这个小女孩时 只见这个小女孩身后 一位大约七十几岁的婆婆 竟然越过这个小女孩 跑到前面要开始点餐 只见这个小女孩回头看了一下老婆婆 没有说一句话 此时我的朋友不忍女儿被跳过 于是大步向前 而且不是很小声的对服务生说 小姐是不是应该先轮到这一位小女孩呢 此时服务生才转问这位小女孩 要点什么 等到回到座位 我就问小女孩 为什么被别人插对了 你的权益受了损 也不出声呢 只见这个小孩不疾不虚的说 我想她年纪和我的阿嬷一样大 所以我就让给她啦 好个充满爱心的女孩 诗篇119篇64节说 耶和华 你的慈爱遍满大地 求你将你的律列教训我 在这小女孩身上 让我看见上帝丰富的慈爱和体贴 也让我学习到 许多时候我们成年人 总自以为游离走遍天下 却不知道有爱可以包容万事 带来和平 愿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 以爱带来和平与接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